女人是个都市精英,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 这天她又是被老板逼着加班搞得很晚 便随便搭上一辆出租车回家 上车后,她告知司机师傅要去的地方 便再次忙着应付工作群繁琐的事情 这时,她突然想起刚刚没和司机讲清楚停车地点 不好意思,安乐路七十八项 小美听完非常诧异 大叔怎么这么了解自己的行程 小姐我常在道你 可是,好像你每次都在讲电话 大叔一边解释,一边笑得很猥琐 小美礼貌的应付一下,便不想搭理陌生人 哪知道大叔依旧不依不饶搭话女人 不好意思,我再跟老板讲话 即便这样,大叔还是好意提醒小美 每天加班这么晚,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上礼拜你们家附近那边 就有个女孩子被坏人强暴 小美瞬间惊觉 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大叔吓唬自己 但是她认为这里的确不安全了 连大叔车上的招财猫也变得十分诡异 次日天降大雨 值班很晚的小美根本叫不到车 而她发现昨晚大叔的出租车似乎刻意在等自己 无奈小美只好上车 谁知道大叔还是像上次一样叨叨个没停 甚至关心起自己的婚姻生育状况 猥琐大叔的话瞬间令小美坐立不安 小美不想理她 提出立即下车去便利店 可大叔却坚持转一圈到对面在下 小美万万没想到 大叔居然对自己婚姻状况家庭住址了如指掌 一时间小美感到毛骨悚然 瞬间担心猥琐大叔会不会是坏人 于是刚到便利店她立马要付钱下车 起料大叔二话不说便走下车去 这下小美吓得一击零 难道自己遇到了出租车杀手 果然她发现车门已经被杀手锁死 可此时大叔已经打开后车门 小美再也不敢听大叔的解释 拿出百元大钞扔给她 极不耐烦表示不用找钱 可大叔根本不听 依然跟着女人 小美打开钢门正要躲进公寓 此事彻底吓坏小美 第二天就买了新房搬家 虽然房价贵了不少 可小美觉得至少安全有了保障 而且每次叫车 她还刻意避开之前的出租公司 可她刚坐下就看见了那只恐怖的招财猫 好巧哦 你搬新家 我也换了新车 两队颓废青年过生日 为了寻求刺激 竟然跑到郊外一间废墟庆祝 兽星小帅接着便给大家讲来这里的原因 原来网络传说 此地有一个不知名的神像 而找到他的人从此消失 为了体验这种超强刺激 小帅提出玩猜拳游戏 谁输了就进去找神像 女孩们虽然不想玩这种恐怖冒险游戏 可实在扛不住寿星的软磨硬泡 结果小美不出意外 第一把就输了 然而男友非但不肯给她反悔的机会 反而推着让她快点进去寻找神像 等到女友强人恐惧走到前面 小帅竟然面露诡异的笑容 女孩刚走一会 就发现这里被人用胶带特意封住 她弯腰闯过障碍 谁知道后面突然传来奇怪的动静 小美壮着胆子继续往前搜索 殊不知此刻在楼下的小帅 正和胖子合谋捉弄小美 紧接着小帅很快找到女孩 但她没有出生 打算寻找最好的时机 下小美 随后她来到一间破败的房间 却被无意中踩到的瓶子吓了一跳 于是她用手电仔细端向周围环境 起料竟然看见传说中的神像 诡异的是 神像脸上并满无数钢钉 小帅胆子大没当回事 准备继续去找女友 谁知道无意中居然碰倒神像 原来只是一座泥塑的神像 与此同时胖子已经找到小美 原来他们三人约好把生日蛋糕藏在废墟 等小帅找来时 给她一个惊喜 小帅摔烂神像也觉得无趣 便打电话给胖子问她在哪 可没说几句就没了讯号 紧接着身后突然传来人声 小美一边呼唤小帅 一边表示知道她在玩梗 让她别玩了赶紧出来 可她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接着她很快看见一尊完好无缺的神像 而她面前的香炉正点了一炷烟 小美猜想这是男友故意搞怪 便继续寻找 果然发现小帅就在旁边装神弄鬼 可很快小美就发觉不对 便上前仔细端向 原来神像诅咒并非传说 看过她真容的小帅 果然当场暴毙 而此时此刻的小美 突然想到 自己刚刚也亲眼目睹了催命神像 阿珍刚搬来新租的公寓 时常会在网上订购些日常物品 有时候小哥着急外送 可邻居却没人在家 女孩也会好心帮忙代收 等到对门李小姐半夜回到家时 小美则会热情的把代收包裹还给她 然而李小姐似乎不太喜欢与陌生人交往 草草应付两句便关上房 次日刚回家 阿珍便以为又来了快递 可小哥却有气无力的指着李小姐的房门 向来热情的女孩 再次主动提出帮邻居代收 初来乍到的女孩 深知远亲不如近邻 一定要和李小姐和谐相处 阿珍觉得有点奇怪 明明昨天亲手转交给李小姐她的包裹 小哥的意思好像被投诉没收到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知道她刚一进门 就失手丢掉手中的包裹 箱子也被不小心摔坏 而且里面一件精美的手绊也被摔成两截 可诡异的是 手绊的脸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女孩并没有绝出不对 反而很忐忑自己的失误 李小姐根本容不得阿珍解释 像躲温神一般迅速走进房间 第三天李小姐又收到包裹 但是小哥却直接丢在走廊 邻居大妈嫌弃这个超大的箱子挡住通道 可敲了半天家里也没人 阿珍这次还是没有克制住强大的慈母心 竟然未经同意带收了包裹 但是很快他就担心自己怎么跟邻居解释 然而阿珍突然对眼前的大箱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谁知道箱子里突然传来电话铃声 阿珍便将脸贴近箱子准备听个仔细 难不成李小姐买了许多手机 一对小夫妻偷闲一起看电影 精彩的剧情令女人兴奋不已 可老公却认为剧中的杀人魔 没有妻子描述的那么出色 肯定是没有做好剧本研究工作 女人也认为同样是演员的老公 绝对比刚刚的主演厉害 巧合的是 老公明天正好要去试镜杀人魔角色 妻子询问他有没有信心 男人则表示自己演技绝对逼真 只差没有真的杀人了 接着便现场示范什么是真正的杀人魔 哪知道老公没说两句就直接笑场 他认为在电影院表演有点怪怪的 便拉着女人要回家 可妻子开始恼羞成怒 老公的演技显得好不专业 以后怎么在演艺圈扎根 女人没想到老公竟然如此敷衍自己 干脆向这个窝囊废调明 之前他不在家的时候小帅经常来玩 老公奇怪 小帅趁自己不在家找自己老婆干嘛 可女人竟然暧昧的明示 两人只是沟通感情而已 老公盛怒之下删了女人 可他觉得下手过重 立马又向妻子道歉 殊不知妻子却不怒反省 他让老公保持刚才暴怒的情绪 接着往下表演杀人魔 男人在妻子的刺激下 果然慢慢带入真实的表演 紧接着一把掐住妻子的脖子 这次他打算按照妻子的意愿坚持表演下去 妻子虽然被老公掐得快要窒息 可他非常珍惜老公来之不易的表演情绪 仍然还在不断的刺激老公 正在二人表演时 路人看出不妙及时制止了老公 老公急忙解释 夫妻俩只是因为拍电影而练习 可能太过逼真引起误会 路人按骂一声有病后纷纷散去 其料妻子反而认为是老公的无能 每次表演都要中途而废 老公追上去解释 可妻子里愿他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 因为不肯拼尽全力 到现在还是跑龙套的 老公认为夫妻俩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就好 何必非要追求极致的目标 然而他的话却彻底激怒妻子 女人骂完窝囊废老公转身就走 不料前方突然发生一起车祸 然而女人并没有第一时间抢救伤员 反而若有所思的蹲在伤者旁边观望 等到老公赶来救人时 反而死死按停他的手 同时用眼神暗示老公 这不正是练习杀人魔的真实场景吗 紧接着他拿出手机开始准备录像 老公终于明白妻子的一片苦心 为了挽回心爱的女人 他要把这次拍摄演绎得尽善尽美 因为太过逼真 路人都以为是在拍电影 也就给了老公很大的发挥空间 外卖小哥万万没想到 明明只是一场车祸 怎么突然又遇到了杀人魔 小帅在台北乘坐双层巴士旅游观光 无意中捡到婴儿的奶瓶 他意识到可能是前面年轻妈妈一落的 变热情将瓶子还给妈妈 可他定睛一看 妈妈怀中所抱的婴孩 竟然只是假的洋娃娃 然而妈妈的表情就像亲生孩子一样 嘘寒问暖 这时妈妈似乎看出小帅的疑惑 这是我的宝宝啊 你看多可爱多乖 妈妈诡异的行为令小帅毛骨悚然 可妈妈却还主动提出 可以让小帅抱抱婴儿 小帅顿时吓得连连后退 女友觉得小帅会不会是看错的 小帅则表示 这个妈妈胸不湿湿的明显是障奶 而女人只有刚生完孩子才会障奶 所以她一定真的有小孩 女友觉得有必要关心一下 这孩子的去向 便主动上前搭讪 极力夸赞妈妈抱着的洋娃娃 很可爱 趁妈妈开心的时候追问道 她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兄弟姐妹呀 哥哥或弟弟 妈妈没有生起女孩的唐突 反而很努力的回忆什么 两个年轻人瞬间赶到此事非同寻常 小帅故作轻松的 请问妈妈 那你把另一个宝宝丢在哪里去了 女孩瞬间怀疑 妈妈可能是间歇性失忆症 立即暗示小帅打电话报警 这样极有可能挽救一个婴孩的生命 殊不知 妈妈突然扔下手中的洋娃娃 竟从跟前的箱子里抱住一个小孩 原来你在这呀 一直哭一直闹 这时小帅两人才松了口气 原来妈妈一时生气 才故意把她藏了起来 就在小情侣以为没事的时候 这个真的孩子却开始大声啼哭 而妈妈的表情也渐渐变得阴沉 小美是个乐观的女孩 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和优雅的气质 更能带给身边人快乐 而令她呵呵笑个不停的 原来只是街警车抓拍了一些路人 搞笑出洋相的图片 太白痴 可她突然感到被人注视 看了一眼是路人也没在意 女孩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小美一直沉浸在街警搞笑图片中 不能自拔 还打电话和闺蜜分享其中的乐趣 想不到闺蜜也热衷于此 还告诉小美街警车功能强大 甚至能看到自家附近 这瞬间激起了女孩的窥探欲望 她打开地图搜索一番 果然真的能看见每天上班必经的街道 不仅仅是街涉瞬间的图片 而且只要按一下街道走路 还能像真人一样四处闲逛 此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引起小美的注意 仔细一看 好像就是刚刚注视自己的陌生人 闺蜜表示街景图 还有选择年份的功能 这样可以看到最近一年 你家附近都有什么变化 于是她点开的实时图 真的看到自己在街头买面 可她诡异的发现 那个红衣老头再次出现在镜头里 小美估计她是附近的住户 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话虽这么说 小美到底还是有点疑惑 于是她随即打开 年内不同月份的街景 赫然发现红衣老伯每次都在自己附近 而时时街景已经拍到 老头已经趴在自家阳台的防护栏上了 小美立时紧张起来 老伯这是对自己不怀好意啊 小美赶紧关上窗户 锁上阳台门 可她还是不放心 便问闺蜜要不要把此事通知警方 闺蜜让女孩确认一下 老流氓是不是走了 然而刷新的时时图片显示 她竟然已经进了阳台 那么这个禽兽到底要搞什么呢 男孩一觉醒来 突然发现自己身在一辆双层巴士 可奇怪的是 莫大的车上空无一人 而这辆巴士赫然停在寂静的隧道当中 纹丝不动 男孩并未在意 以为自己错过了站点 可她试图询问有没有人识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如此诡异的情况让她开始慌张 于是她走到巴士下一层查看 却发现巴士上根本没有司机 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乘坐的是末班客运车 而且车上电灯也没法打开 她想打开车门 看看什么情况 男孩无法脱困 反而安心开始在网上爆料自己的诡异处境 此时男孩却在后视镜里看到身影 仔细一看 竟是白衣长发的女子 飘忽而过 男孩一边记录 同时也吓得魂不守舍 男孩不知所措 慌忙跑上二层车顶 奋力推举天窗 她要从这里逃出升天 果然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拼尽全力 打开巴士顶窗 然而她不知道 此时一层的车门 却毫无预兆地打开 男孩有惊无险地爬上车顶 四处观察 随后小心翼翼地走向车尾 巴士虽然很高 男孩还是艰难地 在紧急出口处慢慢往下爬 他必须迅速逃离险境 男孩终于安全落地 镜头一转 刚刚一袭白衣长发的原来是司机师傅 他没发现异常 便发动汽车准备出发 谁知道 此时隧道前方有车 突然急速驶来 男孩情急之下 连忙后退 刚好躲过 殊不知他恰好闪进巴士车底下 而司机却浑然不觉 女孩是个小子单身狗 每天宅在家里撸猫按摩 可紧接着闺蜜的一通求救电话 刺破了夜晚的宁静 小美立马听出这是闺蜜故意扼倒 闺蜜也承认自己嫌得发慌 才开个玩笑 还问小美明天要不要陪她去逛街 可小美天天宅在家里 根本不想动一下 宅家女孩的快乐 你根本想象不到 闺蜜也不勉强 但随即又开始担心小美一个人的安全 叮嘱她一定要关好门窗 因为最近关于独居女子 被歹徒破窗而入的案件比较多 小美是个女汉子 当然满不在乎 可还是身不由己的四处检查门窗 这时她发现衣柜的推门已经掩开 记得之前已经拉好的 难道是自己记错了 我可她紧接着就惊恐的发现 沙发上面竟然有一根短发 随即屋外传来激烈的开门声 这让小美瞬间毛骨悚然 女孩听到有人开锁 顿时惊得不知所措 她拿起一把小刀试图自卫 可现在情况不明 还是先躲进衣柜暂闭一下 不曾想手机此时突然响起 而歹徒似乎也听到了动静 歹徒仔细检查每件衣服 眼看小美就要暴露 女孩也紧紧握住手中的小刀 准备誓死捍卫自己的真结 原来这对小夫妻才是房屋主人 而这个女人不过是身份不明的入侵者 她们好意勿劳 整日藏匿在他人家中度日 时间久了 甚至以为自己就是主人 捷运到站后 小美拿起行李箱 转身就走 完全没注意到 地上还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箱子 拿错行李的小美浑然不觉 她必须马上去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否则的话 今晚可能要睡大街 可她不知道 箱子的主人 好像已经发现小美的失误 出人意料的是 男人只是默默地跟着小美一声不吭 紧接着地铁照明灯 突然全部灭掉 吓得女孩赶紧往回跑 偏偏此时电梯也停止运行 小美只好手提行李箱 一步步往下走 这时女孩却突然失手 摔落了箱子 等她再次检查过后 这才意识到 根本不是自己的箱子 因为她简直像装了个人一样沉重 而且还飘出骨刺鼻的腐臭味 接着女孩打开箱子 里面却只有几大文件夹 可当她翻开一看 竟然全是血淋淋的身份证 女孩大惊失色 箱子的主人绝对是个变态杀手 千万要冷静下来 装作毫不知情 然而她不知道 被拿错箱子的男人 一直悄悄跟着她 而此刻车站已经没人了 男人彬彬有礼地提醒女孩 拿错了行李 看起来并不知道 女孩动过里面的东西 男人交换箱子后 转身就走 但没两秒 她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她箱子底下 出现了一个东西 正是小美 刚刚不小心遗落的代谢身份证 又又是个乖乖仔 经常都要陪单亲妈妈上班 公司的姐姐们都很喜欢陪她玩 而她也十分懂事 每次妈妈视讯会议的时候 又又都会主动到一边自己玩耍 可妈妈一忙起来 根本无暇顾及 又又只好独自骑车去玩 没多久 男孩再次回来办公室 告诉妈妈 刚才和姐姐玩得很开心 这是提娜姐姐帮我盖的 男孩看妈妈忙得不可开交 只好听话又去找提娜姐姐 等到妈妈终于忙完 这才想起很长时间不见又又 于是变到她经常画画的小原地 可根本没人 妈妈这是有点慌张 急忙跑去询问员工 但他们一致以为 又又就在妈妈的办公室 妈妈顿时经了一身冷汗 公司的确没有叫提娜的员工 刚刚忙得焦头烂额时 根本没有在意 女人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立马满大楼寻找儿子的身影 可又又就像消失一般 根本没有回应 就在此时 她突然看见了地上的风车 这可是又又从不离身的玩具 那么这个陌生的提娜到底是谁 她又将儿子带到哪里去 雅芬是个长相普通的单身狗 而是有小倩 却有个帅气且体贴的男朋友 虽然小帅每天都来撒狗粮 雅芬反而毫不在意 要不是闺蜜下手在前 女孩恨不得生吞了 寂予已久的男神 看着小帅温柔细心的照顾闺蜜 雅芬竟然莫名感到一点酸意 次日雅芬下班回家 闺蜜发消息说 小帅还要在宿舍多待几天照顾自己 殊不知雅芬反而暗自窃喜 特意跑到电梯里整理下妆容 终于可以天天看到男神了 女孩特意买了小帅爱吃的炸鸡 可小帅似乎心情不太好 女孩询问闺蜜的病情 小帅却表示小倩没有生病 只是小情侣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 女孩知道闺蜜比较任性 瞬间开始心疼 男神受了委屈 便借顾上前好意搭讪 还主动坐在男神边上 小帅突然感受到雅芬的心思 此时的空气也开始暧昧起来 第二天雅芬早早赶回家 谁知道却接到房东的催租电话 原来闺蜜至今未付这个月的房租 还不接电话 气得房东连雅芬一起大骂一顿 于是他马上去敲开小倩的房门 奇怪的是房间好像没人 可他一转身 小帅却光着上半身推门而入 雅芬尴尬的表示自己敲过门 起料小帅却二话不说 关上房门 雅芬立即感觉气氛暧昧 瞬间发出急促的喘息 他有点害怕 但是仿佛又有点期待 小帅一如既往的在窗台耍帅 他不在不是很好吗 女孩有点不知所措 幸福是不是来得太快 可他刚一坐下 竟然发现沙发上露出一只脚来 难道是闺蜜睡在这里恶搞吗 女孩疑惑的抬眼看看小帅 他却在阳光下一言不发 在寸金寸土的香港 陈伯却拥有价值上千万的房子 可在五十年前 他和朋友们只花三万就买下这里 四人当时签下偿命气 谁活得更久房子就归谁 如今除了自己 只有老白还剩一口气 陈伯三代都是殡仪条龙 此人的事可是专业的 他在人偶上写下对方的生辰八字 并不是要诅咒人家 而是帮忙积功德 祈求非洲人民能够吃得饱 穿得暖 人人有疏毒 白威愿意为此折寿三十年 可人家哪有三十年的命来折 剩下的又要谁来补上呢 三人一心想害人 丝毫没注意 有只黑猫死盯着他们 为了陈伯能活九点 儿子天天让他少有少盐吃水煮菜 晚上他实在是没忍住 偷喝了一口珍珠奶茶 突然 珍珠正好卡在嗓子眼 呼吸越来越急促 陈伯连救命都喊不出来 幸好儿子听到动静 及时帮他把义务给吐出来 白威死了 层楼到手 我真是说你喝珍珠奶茶喝死他 你不要乱发脾气 得买一包血管 你浪费上我翻身血 偏偏陈伯一身反骨 就是要喝 这次怕珍珠卡住 特意拿的铁吸管 拿跑来的小黑猫 被打断的他 开始人猫大战 却一个不小心 左搅拌右搅 奶茶瞬间变成梦婆汤 看来老白没折完的瘦 让他给补上了 第二天 陈伯的房门却突然打开 他竟然颤颤巍巍往厕所走去 身上还不断有血掉到地上 孙子并没发现异样 反倒吐槽对方 放水不关门 可低头一看 地上的血 他赶紧把人转过来 结果看到 小陈吓得冲出去 要找手机报警 陈叔却不为所动 撞着胆子 伸手探呼吸 果然 人早就没了 现在这叫诈尸 他立马拦住小陈报警 你前辈叔父还说过 他说诈尸的状态 可以维持七七四十九日 可陈伯这样 是个人就能看出来 他已经死了 陈叔只能把他绑在桌子上 打算用化妆和防腐剂 暂时伪装 可是时间越久 失臭味就越严重 甚至连烧香都盖不住 而且尸体还不老实 不是框框撞大墙 就是放毒气 小陈作为铲使官 实在受不了了 他又不耐烦的一推 气得陈叔大骂儿子废物 你出世这么久 我就衰这么久 不是你这个财衰家 我洗牙得这么辛苦 接着又拿着工具箱回到房里 他竟然打算用钉枪固定陈伯的身体 突然 房产经济打来电话 说老白死了 只要陈伯来律所签字 房子就是他的了 两人立马把尸体包得炎炎实实 准备带去签名 刚上电梯 陈伯又开始框框撞墙 身上的血 甚至透过手套流到地上 吸收到血液的经销大厦 仿佛活过来一般 一瞬间左右两个电梯同时卡住 一个停在七楼 另一个则是八楼 灯光也开始忽明忽暗 恢复正常的同时 陈伯居然瞬移到旁边的电梯里 妹子认出对方 伸手想打个招呼 却收获一堆小可爱 这满满的胶原蛋白 人家哪里吃得消 陈叔父子赶紧扒开电梯 把人拽出来 眼看对方要报警 他立马死死掐住人家脖子 谁都不能阻挡他发财 陈叔拼命追 妹子勇敢飞 可两人一直都穿梭在同一层楼 仿佛迷宫一般 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 经销大厦七楼半的异度空间 突然 妹子发现走廊尽头多了个全身镜 她还没来得及纳闷 就发现陈叔已经追到身后 自己无路可逃 这是逃到了镜子里 陈叔也想跟着一起去 仔细一看 桌上还多出三个空排位 而且四桌的温度正在明显上升 他刚想打开空调凉快凉快 接着像当初的陈伯一样 左脚半右脚摔倒在地 火势很快就蔓延到全身上下 这时候只要小陈浇一桶水 自己肯定没事 对方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笑 真是负慈自笑 火烧的越望 小陈就笑得越猙獰 可当他扭头准备走时 陈伯的尸体突然冲出来 又是一个没站稳 两人整整齐齐栽进火堆 惨叫声不断 看来那三个空排位是给他们准备的 另一边的妹子得救后 准备搭电梯离开 明明他们只有两个人 却发出抄载的警报声 男人却淡定地让妹子先走 当妹子回到一楼的瞬间 今宵大厦竟然把他脑海里关于七楼半的记忆全部消除 那只黑猫其实就是大厦的化身 陈伯三人因为贪图房子 居然做法是诅咒老白折兽 恶毒的行为被今宵大厦发现后 自然是让他们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 顶替那没折完的三十年寿命 陈伯是自作自受 但儿孙的做法却是人性的恶 在金钱面前 亲情简直就是一文不值 这是什么可怕旗袍 一旦有人穿上 就会 而且越来越紧 让人拖都拖不下来 传说这件旗袍 是为女裁缝给自己做的嫁衣 做工质量都是上等 但男友结婚 新娘却不是自己 于是他选择喝毒酒自杀 可旗袍上的凤凰吸收了女裁缝的血 像是拥有生命似的 金光闪闪 六十年后 嫁衣被经销大厦开旗袍店的小城 当成镇店之宝 放在橱窗 浑然不知她的邪门之处 直到遇见一见钟情的女孩 柯云 可惜人家并不认识小城 而且还订婚了 他利用对方喜欢小动物 注册了个新社交账号 加柯云好友 每天对着经销大厦的黑猫一顿拍 终于把人家吸引过来 是你啊 那么巧的 两人因为小动物 很快熟络起来 就在这时 柯云注意到 橱窗里的红架衣 表示自己结婚 还差一件中式礼服 两人自然有了下次见面的机会 不过这次 人家把男友也带来了 小城发现 不管柯云穿什么 问男友好不好看 对方都是敷衍的恩医生 然后拿着手机目不转睛 放大缩小微笑 完全就是心不在焉 等两人走后 小城立马在无线后台 找到男友的设备 结果发现对方 根本不是急着见老板 而是着急花钱 约妹子去酒店 这种男人就不配拥有科云 他在门口一直等到结束 用钱收买女孩 让他下次再约的时候 随手在车上留点东西 但没想到 这妹子竟然是个恋爱脑 看来还得下服猛药 小城分析柯云男友的账号发现 对方准备给老板 在泰国开美女派对过生日 于是他利用旗袍 接近老板娘 怂恿人家过去给老公一个惊喜 黑社会起家的老板娘 觉得是下属怠话的老公 在江湖上公开追杀柯云男友 吓得人家直接跑路离开香港 两人因此分手 柯云也辞职搬家 对渣男彻底死心 借着这个机会 小城乘虚而入 一番话彻底打动对方 也同样打动了橱窗里的嫁衣 可两人在一起后 小城还是不放心 甚至在柯云手机安装定位 实时监控消息 防止对方欺骗自己 这天柯云看见那件红色嫁衣 越看越喜欢 没忍住就穿上了 店里的灯却开始一闪一闪 他被嫁衣勒晕过去 等被小城叫醒发现 衣服竟然又回到模特身上 明明自己脖子上有很清楚的勒痕 对方都不觉得衣服有什么问题 甚至说是灰尘太大导致哮喘发作 但柯云还是害怕 想着偷偷把嫁衣放进箱子锁好 结果刚放好 店里又像上次那样灯光闪烁 嫁衣竟然再次回到模特身上 门被锁死 根本打不开 想求救手机也没信号 突然桌上的iPad响了 他如同看到救命稻草一样 抓着就跑 嫁衣告诉柯云一切的真相 小城有意接近 破坏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并且一直在监控他 等小城发现联系方式被拉黑时 已经晚了 他立马冲回店里 却没想到柯云没走 反倒还穿上嫁衣 冷静地拆穿他的谎言 一改以往的恋爱脑形象 一小城想拉着他 不让他走 结果反被对方掐住脖子 可就在剪刀插入柯云身体的一瞬间 面前之人竟然变成穿着嫁衣的模特 下一秒 小城就接到医院的电话 柯云离开后 突然看见天上飘着块红布 和嫁衣的颜色一模一样 但下一秒 固定楼房的竹子突然松了 柯云伤口严重感染 可能醒不过来 小城只能一边祈祷 一边缝补嫁衣 可每缝一针线 就会断一次 回想起这些日子的怪事 再看到嫁衣和柯云受伤一致的位置 原来柯云之前没骗他 这件嫁衣是真的想杀他 小城跟着怪生走到外面 走廊两边全是穿旗袍的假人 而最中间正是那件披红盖头的嫁衣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干的 故意拆穿小城做的事 故意让他动手 为的就是独自占有小城 然后和他一生一世 只要小城答应他 就会放过柯云 说完站在嫁衣左侧 如同新郎一样 另一边的柯云立马清醒过来 从此之后 大家再也没有在经销大厦见过小城 而他的旗袍垫橱窗 却多了一具穿着西装的假人 就站在嫁衣边上 爱情是美好的 但可遇不可求 故事里的小城和柯云 都是渴望爱情的男女 却在追求路上逐渐迷失 一个因为太爱别人 却忘了爱自己 而另一个因为太爱 却要控制对方 这两种都是不可取的 70年代的香港 有一个著名的东升戏院 相传这个戏院里闹鬼 因此入场人数寥寥可数 本剧的女主秀英 是个善良勤劳的女孩 她有一个交往十多年的男友赵新国 因为阿国跑船 常年不在家 贤惠的秀英就主动肩负起 照顾她双亲的重担 阿国的父亲赵富有精神病 总以为自己是团长 秀英丝毫不介意 还会以自己的方式和她交流 现在秀英和弟弟阿坚 好友亮汤 以及赵富赵母 一同租住在一栋旧楼里 几人关系融洽 亲如一家 因为世道太差 秀英失业了 亮汤得之后 就把她介绍到自己的所在的 东升戏院当售票员 秀英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谁知上班没几天 她就意外得罪了东升的老板娘 被安排晚上留在戏院所门 秀英本就胆小 上班期间又听同事讲了不少 戏院里的恐怖传闻 所以一开始她很害怕 但为了保住工作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 东升戏院的老板老程 是个慈祥和蔼的小老头 她的原配在多年前离世 现任妻子丽梅 娇恨刻薄 和老程的关系并不好 加上老程一直未能忘记王妻 还经常跑到戏院 想找王妻的鬼魂 丽梅对此极为不满 两人经常因为此事发生争执 老程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程浩然是原配所出 目前在国外银行工作 丽梅所生的小儿子程浩德 则留在老程身边 帮忙管理家族生意 然而浩德资质平庸 不堪重用 老程又深感自己年纪大了 力不从心 于是把浩然从国外叫了回来 准备让她当自己的接班人 浩然本不想接手家族生意 但经不住老程的劝说 同意暂时带管东升戏院 这晚秀英如常所好戏院大门后 快步走回家 谁知路上一个摆摊的大爷看到她 竟然吓得转身就跑 秀英还以为她是被警察下的 根本没有意识到 此刻她的身后 竟然跟着一个长辫子的女鬼 而自那日起 秀英家就开始发生各种怪事 先是包租婆 突然在大半夜 唱起了她之前根本就不会唱的粤语 接着阿国的母亲赵母也开始唱 起初秀英只是觉得奇怪 并没有往别处想 直到这天赵母突然一反常态 冲进包租婆的房间看电视 还把秀英当丫鬟般使唤 秀英这才意识到家里闹鬼 她很害怕 就去找戏院里 扫厕所的摩罗二姑求助 二姑会点毛山树 她教秀英家终止驱鬼 随着此举不仅无效 还触怒了女鬼 一夜间 秀英的家人朋友轮流被女鬼上身 秀英被搞得焦头烂额 另一边 浩然进入东升戏院后 提出了不少改革性的意见 可戏院的私里老姚 极其下属 却不愿意配合 他们以戏院闹鬼为由 不断否决浩然的建议 浩然不信鬼神之说 感到很火大 又害怕丢了工作 一整天都坐立不安 好在浩然并不是那种蛮横无礼的人 次日 她就主动找秀英道歉 秀英放下心中大石 开心不已 此事也让她对浩然的好感倍增 这天 赵富突然跑到天台 她把自己想象成散兵 背着一个背包就往下跳 危急关头 女鬼附身在一个苦力身上 救了赵富 秀英感激女鬼的帮助 加上女鬼之前 并没有伤害过她的家人 她慢慢开始接受了这个女鬼 偶尔还会让她附身出门吃东西 而自从浩然接管了戏院生意后 丽梅母子就开始有了危机感 毕竟浩然回来之前 浩德才是唯一的继承人 可如今的她 却被老成头衔置散 丽梅很不满 说话也变得阴阳怪气 浩然性子宽和 并不计较这些 丽梅的外甥女 美兰明恋浩然 自她回国后就一直缠着她 浩然对她没感觉 也拒绝了无数次 可美兰似乎听不懂 浩然无可奈何 只能听之认知 另一边 女鬼在秀英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后 终于能够献出真身 原来她就是戏院里流传的辫子女鬼 女鬼告诉秀英 她叫阿仙 生前是东升大老板老成家的佣人 还带过浩然 阿仙对浩然父子显然很有感情 但她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也对自己离世的原因 讳莫如深 秀英虽然好奇 但也没有追问 最近秀英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众人开始怀疑她撞鬼 于是把她围起来各种盘问 阿仙见状 干脆在众人面前献出真身 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之后 为了消除众人的恐惧 阿仙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在二十多年前 阿仙在老成家当佣人 专门照顾浩然 谁知她的男友波哥生意失败 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助男友脱困 阿仙哄骗浩然 偷了家里三千块钱 事发后 浩然并没有供出阿仙 而是自己挨了老成一顿打 阿仙很愧疚 决定去澳门找男友 顺便把钱要回来 可因为她心慌意乱 在乘坐轮船时 失足坠海溺亡 死后 她一直徘徊在东升戏院 还被老成误会 是她的王妻 后来她被丽媒找了法师镇压 直到前一段秀英上班时 意外打翻了镇压她的香炉 她这才得以脱困 如今她的心愿 就是找到波哥 才能甘心去投胎 得知了一切的原委 众人不仅不害怕了 还开始谴责阿仙的所作所为 阿仙自知理亏 也不敢反驳 之后 众人慢慢习惯了她的存在 甚至开始指使她干活 阿仙也温顺听话 毫无怨言 因为戏院的生意一直没起色 浩然决定采购西片 并邀请秀英试骗 秀英看得很开心 浩然当即决定买下该片 随后影片上映果然大卖 浩然觉得都是秀英的功劳 特意请她吃西餐 以表谢意 而这次的成功 也让浩然信心大增 她计划开办英文班 供员工进修 以促进戏院的发展 秀英喜出望外 美兰不满 浩然对秀英另眼相待 三番两次找她麻烦 懦弱的秀英 每次都选择西式宁人 私里老姚 其实是丽美的人 她一直想找机会把浩然踢走 于是 这天她串通下属 在试骗会上演戏 想哄骗浩然 买下仓底货 浩然和秀英都发觉不对 之后在阿仙的帮助下 秀英得知了老姚的阴谋 并告诉了浩然 浩然在次日的试骗会上 设计揭发了此事 并直接向众人点名了 此事对戏院的影响 众人这才知道后悔 好在浩然宽宏大量 没有开除任何人 众人也自此 对浩然心悦诚服 这一天 港督驾临东升观影 浩然安排秀英一起接待 美兰心有不分想陷害秀英出丑 却反被阿仙上身 跑到台上跳舞 港督被砸破头 气冲冲的离去 浩然眼见自己精心安排的一切 都被美兰毁了 心里对她更加排斥 秀英不忍见浩然情绪低落 陪她到沙滩 看浪谈心开解她 浩然被秀英的乐观所感 不自觉对她产生了异样的倾诉 美兰清醒过后 认定自己被鬼上身 吓得不敢回东升 浩然见她的模样 不像作假 又想起秀英之前也说过 见鬼 开始怀疑戏院真的有鬼 此时丽梅收到消息 又带着法师去东升开谈 老承认定戏院的女鬼 是自己的王妻 当众怒山丽梅一巴掌 并赶走了法师 秀英不忍见老承 为了王妻之事 过分伤神 就干脆带两父子去见阿仙 老承这才知道 这些年徘徊在戏院里的女鬼 并不是王妻 感到很失望 反倒是浩然见到阿仙很惊喜 阿仙对浩然心存愧疚 浩然表示从没怪过她 还答应帮她找那个波哥 另一边丽梅被打了之后心有不愤 独自开车来到一栋豪宅 没一会 私里老姚也来了 原来这两人是老乡好 二十年前老姚怂恿立梅嫁给老承 现在她又把浩然叫了回来 两人决定要做点事了 浩然对秀英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但见到秀英带病 都要去听男友阿国的电话 她不禁黯然神伤 阿仙看出浩然的心思 感叹两人相逢恨晚 阿国终于回来了 她还表示以后将留在香港 不再跑船 秀英感到很开心 可阿国却似乎对她有些冷淡 还刻意回避关于两人婚事的话题 秀英虽觉得失落 却也没有多想 过了几天 阿国突然找秀英要一千块钱 说是做生意 秀英想帮男友无奈囊中羞涩 感到很苦恼 浩然得知后主动借钱给秀英 秀英感激不尽 一次偶然之下 浩然结识了美国服饰影业 远东区负责人马格瑞特 并顺利与她谈成了东升与服饰 联合开办院线的合作 然而丽媒和老姚为了破坏这一切 竟然在首映当天派人去片仓放火 导致电影只能播到一半 好在马格瑞特及时找来拷贝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关 浩然十分感激马格瑞特的帮助 加上马格瑞特是新加坡人 对香港并不熟悉 浩然就以东道主的身份 带着她四处游玩 在这个过程中 马格瑞特慢慢喜欢上了温文尔雅的浩然 可神女有心相亡无梦 浩然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好朋友 兼合作伙伴 之后马格瑞特察觉到 浩然对秀英的不一般 经过一番试探 她终于确定浩然喜欢的是秀英 她心下黯然 于是与浩然辞别后 就回了新加坡 这天啊 先在家偷听到阿国与人聊天 说自己买了颗钻戒 以及准备搬迁 她以为阿国准备求婚 兴奋地把这事告诉了众人 秀英满怀期待 谁知阿国回来后 没有任何表示 还说要自己搬出去 令她很失望 她开始怀疑 阿国已经不爱自己了 事实上 阿国的确变心了 她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富家女三弟 还假装富豪 对她大献殷勤 那枚钻戒 就是送给她的 巧合的是 浩然的弟弟浩德 也在追三弟 还给她买了不少贵重礼物 三弟因此慢慢冷落了阿国 阿国不甘心 竟然哄骗秀英 向浩然借车 然后跑去找浩德赛车 想以此赢回美人心 谁知浩德发现 这是自家的车 毫不留情 羞辱了阿国一番 并把这事告诉了浩然 浩然不忍秀英继续被蒙蔽 告诉了她真相 秀英心乱如麻 跑去找阿国摊牌 阿国终于坦诚 自己变心的事实 并决绝地提出了分手 秀英伤心地跑到海边痛哭 浩然默默来到她身边安慰 陪伴她度过了 这最难熬的一夜 众人得知 此事都为秀英抱不平 赵母一直把秀英当儿媳妇 此刻的她 感到无比惭愧 而且为了帮秀英 出气上了阿国的身 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没多久 三弟家出事 欠了巨债 阿国和浩德 想尽办法筹钱 然而杯水车薪 三弟最终跟了一个年迈的富豪 同时失恋的阿国和浩德意识到 他们不是输给了富老头 而是输给了钱 同病相连的两人 自此化敌为友 阿国情场失忆 事业又出现了危机 她之前用秀英给的钱 开了一家公司 可后来为了追三弟 无心经营 导致公司要关张 可她却并不反省自己 她从母亲口中得知 浩然有意追秀英 竟认定是浩然为了给秀英报仇 故意破坏自己的生意 自此恨上了浩然 另一边浩德 自觉无望继承家业 干脆找阿国合作 走私禁药 阿国为了前进毫无犹豫就答应了 之后 两人合作无间 果然挣了不少钱 阿国春风得意 大手笔买了一栋半山豪宅 还跑回去向众人撒钱 她趾高气昂的模样 再次伤了秀英的心 浩然终于鼓起勇气 向秀英示爱 秀英其实早就察觉了浩然的心意 但此刻她未能彻底放下过往 最终她选择了辞职 浩然虽觉失望 但也愿意尊重秀英的选择 这天浩然意外发现 浩德利用戏院片仓存放禁药 护地心切的她本想私下解决 可还是被老成发现了 老成愤怒之下 将所有的药物丢弃 浩德尽口不择言 痛骂老成 老成被弃的当场昏厥 醒来后 他又听说浩德搬了出去 对他更是失望 浩德不甘心 找阿国一起借高利贷 又买了一批药 谁知在途中被警方查货全部充公 这下两人血本无归 债主上门 阿国无力偿还 只好拿豪宅抵债 然后带着父母搬回乡下的老房子 阿国难以接受 自己被打回原形 心里对浩然的恨意反而更深了 丽梅偷听到老成改遗嘱 立刻劝阿德回家向老成认错 毕竟是亲生儿子 老成还是原谅了他 秀英辞职后就开了一家花当 浩然知道他是为了避开自己 所以强忍着不去找他 几个月后 两人在东升同事的婚宴上重聚 浩然惊喜不已 在阿仙的鼓励下 他终于来到花当找秀英 却不慎被车撞倒送人医院 好在秀英每天都会来医院照顾他 浩然觉得自己因祸得福 开心不已 谁知秀英察觉到 浩然对自己仍有情意识 再次选择了回避 理由是他还不能接受新的感情 浩然失落之下 飞去美国公干 顺便散心 丽梅和老姚就趁机展开夺产计划 老成自上次昏迷后 身体就不好 丽梅故意不给他吃药 想逼他把财产转移给自己 老成硬扛着不肯妥协 另一边 阿国自暴自弃的跑去秀英家捣乱 意外发现了阿仙的鬼魂 还从母亲口中得知了阿仙的身世 之后他托朋友关系 打算去婆罗奶的橡胶园谋生 又这要巧被他发现 橡胶园的老板竟然就是阿仙要找的波哥 阿国随即心生一计 他先是把丽梅和浩德约出来 密谋一番之后 让母亲把阿仙叫出来 他利用波哥的下落 哄骗阿仙上老成的身 阿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带老成签下了财产授权书 事成之后 阿国背信弃义 让法师把阿仙收进封林里 随后 立梅四人和开了一家新公司 准备把老成公司的资产都转移过来 浩然从国外赶回来时 立梅已将公司大部分资产收入囊中 浩然又急又气 立刻把老成接走 次日 他上门想讨回母亲遗物 却被立梅等人一击 措手伤了老姚 立梅十分紧张 直接报警 要告浩然伤人 一旁的阿国见状 开始怀疑两人的关系 而另一边阿仙失踪后 众人都觉得奇怪 秀英更是有不好的预感 在得知浩然被拘留后 为了避免老成胡思乱想 秀英每天都会去浩然家照顾他 阿国找四家侦探 查出了立梅和老姚偷情的证据 并设计让浩德发现 浩德气得跑去两人偷情的别墅 阿国趁机挑拨离间 怂恿浩德一起联手 取得了公司的化石权 之后 阿国又设计购入老姚的股份 成为了四人之中的大股东 连东升都被他拒为己有 浩德和丽梅这才意识到 他们引狼入室 可一切都太迟了 浩然最终被无罪释放 他决定重投电影业 帮老成夺回东升 这天 失踪多年的波哥 突然来到浩然家 原来当年 他也曾受过老成的恩惠 后来他拿着阿仙的钱 跑去澳门 想闯一番事业 谁之前都被骗光了 之后 他辗转流落到婆罗奶 经过多年的努力 才有了一家橡胶园 他早知阿仙离世的事 也感到很遗憾 上个月 他听到香港有人在打听他的消息 所以就回来看看 几人久别重逢 都感到格外怀念 马格瑞特因公事返港 听闻浩然一家发生的事之后 他主动找浩然 想与他谈合作 谁知阿国得到消息 竟然以本商人 用一个明显亏本的价格 让马格瑞特不得不与他签约 浩然感到无比挫败 秀英一直陪在他身边 安慰他鼓励他 还唱歌给他听 面对这样积极乐观的秀英 浩然心里的不快一扫而空 他觉得再次有了动力 阿国得到一切后 就想消灭所有的隐患 于是他找法师施法 想杀了风铃里的阿仙 谁知却被赵夫打误撞 取走了风铃 秀英见到赵夫后一番交谈 猜测阿仙被困在风铃里 于是请来了摩洛二姑 顺利把阿仙救了出来 阿仙也终于如愿以偿 和波哥相见 波哥表示 这些年都没忘记过他 令他很感动 阿仙知道 阿国利用他做那些坏事后 气得冲去找他报仇 可阿国早有防备 全身都贴满了符 阿仙无法靠近他 就转着跑去东升 吓唬那些观众 东升的生意因此一落千丈 还欠了无数外债 阿国只好卖掉东升 而浩然则在 马格瑞特和波哥的资助下 成功收购了东升 之后 浩然利用戏院闹鬼的传闻 专门播映鬼片 赢得了全院满座 东升终于恢复了昔日的荣光 浩德因失忆导致撞车入院 浩然收到消息 立刻赶了过来 看着依然关心自己的大哥 浩德终于觉悟 他真诚的向浩然道歉 两兄弟和郝如初 出院后 浩然安排浩德进戏院担任私礼 看到浩德洗心革面 认真工作的样子 老陈和浩然都觉得很欣慰 阿国嫉妒浩然将东升搞得有声有色 打算火烧东升泄愤 好在阿仙及时发现病上他的身 令他自作自受 烧掉自己的工厂 浩然一直都不到秀英的回应 在马格瑞特的劝说下 他决定放下执着 前往新加坡工作 秀英得知浩然要走 感到纠结不舍 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 他始终没能说出挽留的话 次日浩然启程去机场 秀英终于看清自己的内心 非奔出去找他 然而此时阿国突然出现 还疯狂的袭击浩然 原来阿国以为是浩然指使阿仙 上他的身 破坏他的一切 浩然重伤 被送人医院抢救 可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秀英悲痛欲绝 他很后悔 自己当初没能留下浩然 于是恳求阿仙 把浩然的灵魂找回来 让他能亲口对浩然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经过一番波折 秀英终于见到了浩然的鬼魂 可因为他生前被阿国击中头部 此后已经忘了过往的一切 秀英说的话 他根本听不懂 随后他就消失去投胎了 秀英无法把自己的心意 传达给浩然 只觉得悔恨难当 阿国最终因谋杀罪判终身监禁 而丽梅也被老姚骗光了财产 恶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可浩然却再也回不来了 阿仙回音间投胎 恰好在奈河桥遇到浩然 他当即带着浩然 去他生前熟悉的地方 想借此唤醒他的记忆 可惜没有任何作用 正当阿仙准备放弃时 浩然在海边听到一阵歌声 浩然终于记起了一切 他立刻来到秀英身边 秀英得知浩然恢然恢复记忆 浩然心满意足 最后浩然送了秀英一个白玉手镯 两人深情吻别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这部韩剧要把亮度调高50% 因为它绝对是今年最暗黑爽剧 杂物间里 男人放回泛黄的相册 无意间看到一个猪头面具 表情突然变得惊恐 连连后退跌坐在地上 惊魂未定之际 一个棒球缓缓滚了过来 他转身望向入口 伴着窗外的雷鸣电闪 一个帽多男悄然出现 他转过身望向男人 竟然照着恐怖的猪脸 男人睁大双眼 瞬间陷入绝望的深渊 不久后 妻子来到房间 看着他惊恐的表情 望着空无一人的四周 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 而一年后 这个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 竟然在一夜间支离破碎 妻子死在家里 丈夫神秘失踪 警官江姐调查现场 发现大量震惊类药物 初步判断是烧炭自杀 而让江姐惊讶的是 玻璃上竟然有几行留言 以失踪丈夫的口吻 写给刑警郑宗硕 恰好是自己相识的后辈 江姐查阅资料 发现两人是初中同学 来找宗硕了解情况 对方看到信息也很疑惑 他们已经20年没见面 尸检结果出来 死者服用大量安眠药后 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但他肋骨骨折 不排除是胁迫自杀 第二天小弟查到线索 景敏常年到精神科接受治疗 两人来到私人诊所调查 原来景敏因为童年阴影 得了抑郁症 5年前父亲去世时 病情好转 一年前却突然恶化 而最近购买了大量安眠药的 竟然是妻子 两位警官很易 来到妻子最后去的超市 看过监控录像 找到对应的位置 两人表情一变 他买的竟然是木炭 原来就在一天前 景敏回到家 丈夫看着满桌饭菜 正要夸赞 妻子却突然提起一年前的情形 表情中还流露出痛苦和决绝 你的状态本来已经变好了 我们真是没有好运气 是不是 景敏别做那个了 景敏还想说话 意识却变得模糊 原来妻子在酒里放了安眠药 等到他晕倒 将他艰难的挪动到客厅的地毯 接着烧起买来的木炭 吞下一整瓶安眠药 静静的躺在丈夫的身边 最后一次亲吻 最后一次食指向扣 在悲伤泪光中 等待死亡的降临 过了半场 男人突然醒来 原来长期服用治疗抑郁药物 让他对安眠药产生了一定抗性 他疯狂呼唤妻子 做心肺复苏 甚至用拳头砸向他的胸口 可一切无济于事 望着妻子的尸体 一个计划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在玻璃上给曾经的好友刑警留言 然后开车逃离现场 第二天来到一处工厂 看到欺负员工的老板 回忆起20年前的场景 这个挨打的男生正是景敏自己 而打他的男生叫正希 就是刚才的老板 遭遇霸凌 只是因为没给对方完成另一刻的作业 可景敏非但没有反抗 反而换上笑脸道歉 谁知正希不给面子 竟然让他从过道爬回座位 他之所以如此狂傲 因为有旁边的富二代撑腰 他不仅跟着学校的老大混 学习成绩还好 老师都不怎么管教 景敏胆怯地望向四周 目光停留在他最好的朋友 可宗硕已被这恐怖的气氛吓到 景敏只好趴在地上缓缓前行 耳边还想起其他同学的嘲讽 回到现实 正希竟主动上前开门 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 原来景敏一年前化身男记者 将落魄的他招入自己的公司 正点从此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景敏只走他后 掏出注射器 想趁他回来一击刺云 可正希电话突然响起 接着开始和女儿温柔的对话 听着亲密的话语 看着墙上的全家福 景敏突然改变主意 提议到对方家里喝酒 正希欣然同意 他来到正希家 把神仙水注射到酒里 等到正希喝醉之际 景敏直接用酒瓶将电视砸碎 然后袒露身份 可正希竟然记不清楚 景敏各种解释 对方依旧一头污水 别人的噩梦 对于施暴者 只是芝麻般的记忆 这是最大的悲哀 景敏一字一字 喊出自己的名字 正希终于回忆起来 正希总算清醒 直接起身拼命 瞬间将景敏的匕首震掉 接着将握着注射器的手松开 两人扭打在一起 正希靠着强壮的身体 逐渐占了上风 仿佛又回到曾经的时刻 幸好要进上来 正希终于失去意识 等醒来时 已被绑在墙上 景敏一刀刀划破她的静脉 让她感受持久的痛苦 任凭她痛苦呻吟 也没有停手 最后神情麻木地 看向她的下半身 对方似乎明白她的用意 双眼瞪成赤色铜铃 拼命摇头起球 但没有人会同情她 景敏大叫两下后晕绝 血液顺着双脚倾泻而下 景敏划开全家福 卷起一脚 站上血迹 这场景惊呆了 正希被浇水粘在墙上 皮开肉绽 下体被割 惨不忍睹 而墙上的几行血字 更让宗硕神色凝重 因为那是凶手专门给她的留言 问她是否记得初中的往事 还让她也加入自己的行动 而当她看到现场的棒球 更是忍不住一阵眩运 回忆起那段灰暗的岁月 这是班主任崔老师第一天上任 开局就在黑板上写下四个汉字 因人成事 她坚信人要成功 必须靠身边人的帮助 而且似乎对江敏很了解 说她成绩好很优秀 让她当临时班长 江敏站上讲台 趾高气扬 看到同学们对自己不敬 竟然给正希使眼色 让景敏表演猪扒 杀鸡做猴 宗硕看在眼里 恨从心起 放学后找到景敏 问她为什么不反抗 还总是陪笑 景敏很无奈 因为所有方法都试过 只有笑脸 可以减少对方的拳头 反而叮嘱宗硕 不要穿鱼腥味的衣服 因为被发现 父亲是鱼饭的话 他也会被欺负 回到家里 正洗着外套 宗硕终于受不了自己的懦弱 冒雨来到学校 翻越围墙 将一封投诉信 放到意见箱 第二天 崔老师把江敏支开 让其他人闭上双眼 谁对江敏不满意 就举手 宗硕信心满满的 把手伸得老高 却不知道 这么做的只有他自己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江敏就在外面看着这一切 原来崔老师收到举报信后 故意给江敏看到 还作举找出举报人 他来到宗硕面前喊话 宗硕有所察觉 睁开双眼 看到老师的面孔 颤抖了一下 回头看看四周 陷入深深的绝望 最后在对方凶狠的眼神中 缓缓放下手臂 这种被世界抛弃的疏离感 恐怕这辈子都不敢再次体验 路上抱怨景敏不举手 景敏却说 反抗会让事情更严重 宗硕有些泄气 但他转角遇到景敏的母亲 刚从自己家买了水产 明显是照顾父母生意 阿姨感谢他和景敏做朋友 还要给他零花钱 却不小心把袋子打翻 宗硕帮忙去捡 却被阻拦 松硕还是蹲下身 捡起一段 看着阿姨感激的眼神 宗硕目光再次坚定 隔天江敏逼景敏 说出举报者 景敏为了保护宗硕承认是自己 竟然被逼着做自杀游戏 他别无选择 看着好友逐渐窒 眼神泛白 宗硕握紧拳头 终于爆发 住手吧 你们这些狗杂种 正希上前威胁 看到宗硕不服软 天台斗兽场走起 身高体壮的正希 占了上风 宗硕也不示弱 左右挥拳 还以颜色 正希一看被压制 竟然搞偷袭 抠伤宗硕的眼睛 提起衣领 就要下狠手 谁知宗硕一口血水 喷在他脸上 大吼一声彻底爆发 右勾拳 接着三连踢 打得正希 没有还手余地 景敏都露出笑意 然后把正希压在身下 左右开弓疯狂殴打 仿佛脱困的野兽 正希终于认输 气得江敏直接离开 宗硕淡定的对景敏说 以后他们不敢欺负你了 但事情显然没如他所愿 逃离现场的景敏 来到一处房车 精疲力竭的用刀子 在照片上 划掉正希的头像 然后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烧掉衣物和证件 开车来到一处店铺 关着的卷帘门 竟然打开 一个大叔 早已等候多时 来到楼下的密室 竟然有满屋的监控 大叔叮嘱他 一定要频繁换装 不仅给他许多反侦查道具 还带来了大量现金 原来他是景敏运输公司的员工 和其他同事都受过景敏的救助 帮着他一起谋划杀戮行动 妻子的阻拦没有成功 反而刺激景敏 直接开始行动 而正希的死 只是一个序幕 宗硕指着墙上同学们的照片 上面的每个人 都可能是景敏复仇的对象 31个人需要逐一确认 经过走访 几个同学都说 对他没印象 反而提到了班主任崔老师 宗硕让江姐去询问他 自己则调查江敏 江敏此刻已成为知名医师 名利双收 看到宗硕成为警察 很意外 可对曾经的恶行 毫无悔过之意 还像以前一样 嘲讽宗硕 看来还没有接触过景敏 宗硕只能叮嘱几句离开 而江姐来到崔老师办公室 才知道 他竟然遭到陌生人的威胁 对方今天还当面划了他的车 刚刚报警 等着人过来 江姐拿出照片给他确认 那个疯子正是警敏 江姐来到走廊喊支援 一个黑衣男突然出现 拔出短刀 扔掉刀鞘 直接冲刺过来 江姐大声警告 没有起效 只能鸣枪示警 接着让他束手就擒 可对方划过刀去 趁机闪走 开上出租车逃走 江姐疯狂追逐 同时调派所有车辆支援 最终将其围堵在路口 黑衣人下车 江姐摘下他的口罩 竟然不是警敏 而此时 江敏坐着一辆出租路过 司机停车后转身 原来江敏虽然成为医生 可是依旧没改掉 玩裤子弟的个性 和一个酒吧女子私混在一起 竟然染上了毒瘾 而他绝对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长大后的 小敏设下的陷阱 把他变成真正的毒虫 是对当年恶行的最好回应 警敏提到他吸毒的事 可江敏没搞清状况 直到想起白天警方的问询 才觉察事情不对 让他停车 看到警敏没有反应 竟然上前拉住手杀 逼停汽车 勒住他的脖子 危急关头 小敏掏出匕首 直接给他手臂来了一刀 然后转身给他看手里的视频 嗑药的画面全部被记录 还打电话给其他人 八个小时后 没收到自己信息 就公布视频 而宗硕根据线索追踪过来 他跟着小敏跑到停车场 然后接起手机 曾经的挚友 二十年后头一次对话 小敏现身 看宗硕不为所动 指着他身后 阿哲不就在那吗 趁着宗硕满脸京剧的回头 再次跑开 片刻后 瞅准时机 用砖头将他打晕 宗硕醒来发现枪没了 回到警局观看监控 才发现小敏还给自己塞的东西 看到照片的他 瞬间恍惚 大脑迷乱 竟然出现幻觉 看到了那个身影 直到江姐进来 他才神情缓和 在对方的逼问下 无奈说出当年的情形 原来之前 宗硕为小敏出头 打得正希无力反抗 对方大哥江敏忍不了 终于找机会报复 在他椅子上涂满胶水 景敏也没能幸免 他走过来 丢下两句狠话 抬脚便将宗硕踢倒 越踢越来劲 小弟都忍不住劝阻 可宗硕不是甘心忍受的人 他撕裂裤子 正脱椅子 竟然跑过来 扑倒江敏 像野兽般 咬住了他的肩膀 任凭其他人 踩他都不松口 直到班主任进来 他怒意未消 死死按住对方的伤口 才罢休 老师看在眼里 记上心头 隔天以课堂体验的理由 叫来两人的家长 江敏的父亲 是当地医院的院长 送给大家高价游乐场票 而宗硕的母亲是鱼饭 在同学们各色的笑声中 兴奋讲述着自己的工作 完全没注意到儿子的难堪 在那个年代 身份的差异不致命 但是伤人 宗硕从此沦为低贱的存在 别人欺负他 似乎有了理由 这天江敏带着几个小弟 将他按在墙上 竟然逼他做自杀游戏 旁边的小敏试图劝阻 没有成功 但他一直记在心里 20年后 绑架了江敏 威胁他做同样的游戏 看着他痛苦的表情 终于消解了一丝恨意 然后又一次联系宗硕 告诉他 一年前见到了阿哲 让对方再度陷入惊恐 回忆起那段过往 就在他被胁迫之际 有一个人出手了 他飞升过来 直接用膝盖撞倒了江敏 这就是故事的真正主角金哲 金哲帮着宗硕和小敏 打得霸凌者江敏 跪地求饶 随后叫上两人跟在身后 来到一处秘密基地 戴上面具 讲述社会的残酷 身而低贱的人 就如同遭人鄙夷的猪罗 而那些含着金汤匙 出生的富家子弟 则是高贵的狗 猪中鸠赢不过狗 要逆转结局 只能变成人 而手里的刀子 是唯一的可能 他带着两人进入礼屋 里面竟有一只猫 小敏害怕了 躲到屋外 但想起曾经的霸凌 他又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抛下一个寒光灵灵的眼神离开 身为小弟的江敏 站在旁边忐忑不安 第二天果然遭到中斌的训斥 对方手里盘着魔方 让每个同级狠狠扇他耳光 所以二十年后 当看到小敏拿出的魔方 江敏最终还是回忆起 他的主人是中斌 他以为恶作剧到此为止 起身就要离开 但没想到 对方掏出了手枪 小敏接着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在你印象中 金哲是什么样的人 江敏思索良久 摸摸脖子上的疤痕 渐渐回忆起那之后的事情 被胖揍的他 当然不会把羞 不敢和金哲叫嚣 只能拿小敏开刀 看着小敏无力起身 金哲站了起来 开始面对面的较量 江敏的实力显然不及 再次被踢倒 其他小弟仗着人多 不讲武德全都上 金哲虽然毫不示弱 拼命反抗 但鼓掌难明 看着金哲陷入围攻 宗朔大喊一声 将众人推走 江敏忍不了 飞身踢开宗朔 此次起身 抽出皮带 如神般重返战场 打得小弟们阵阵惨叫 给了江敏重重一击 回到现实 两个小弟也被带来 发现江敏倒在这里 摇醒了他 惊魂否定的江敏接到电话 他刻要乱交的视频 已经被公布 自己的形象彻底崩塌 他终于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他眼神逐渐空洞 突然拿起手枪 引弹自尽 而小敏静离去 开始下一次的狩猎 此时宗朔终于发现老仆有嫌疑 却没问到线索 搜索他的信息 无意中得知 一篇报道的署名是金中斌 然后回忆起他发飙时的场景 因为江敏被金哲殴打 丢了自己的面子 狠狠地打了他 用的是一个魔方 正是现场留下的线索 他找到中斌 对方没有丝毫惊讶 二十年未见 竟然喊出了他的名字 就在一年前 一个少女从校园的天台跳下 而他的手机里 还在不停传来谩骂的信息 原来与叔叔相依为命的致言 经常遭受霸凌 他重伤成为植物人 可霸凌者父母没有丝毫忏悔 觉得花点钱就可以 叔叔老普想替他讨回公道 但在财法面前 身为刑警的他也无能为力 恰好在场的小敏找到了他 拿出为首霸凌者父亲的贪污证据 还答应帮致言支付医药费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想要复仇 老普辞职 帮他进行训练 找来屡教不改的性侵犯 让小敏练手 这天老普有些为难 复仇名单里的中斌联系了他 对方现在是个记者 专门为校园霸凌受害者发声 小敏很意外 当初不可一世的笑霸 真的改邪归正了吗 中斌礼貌谦逊 目光不再凶狠 特别是看到致言悲伤的歌唱视频 竟然流下眼泪 小敏质疑他虚情假意 他毫不辩解 谈言自己曾是霸凌者 现在正是为自己的行为忏悔 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 是因为他害的一位同学失去生命 小敏告诉他 想要知道那个学生真正的死因 就在一年后 采访来找他的宗硕 当年江敏被打后 他的父亲来到学校 对着金哲一顿耳光 臭小子 你生在以前就是个做工的命 竟然有胆子欺负我家孩子 这都不够 还要脱下外套继续 宗硕和小敏的母亲一直跪着 而旁边的校长和老师 竟然也默不作声 霸凌的本质还是社会的不公 年少的金哲当然无力反抗 只能默默承受 被停课的他回到家 妈妈抱怨中夹杂着无奈 老公已离家出走八年 靠着他做陪酒女 勉强维持生计 就在金哲起身反驳之际 突然有人喊他 原来是宗硕和小敏 妈妈转而变得欣慰 几年来 头一次有人找他 金哲比喻他们的懦弱 都不敢对江敏和中斌出手 但宗硕说 这是一场打不赢的仗 金哲笑笑 确实如此 子女再怎么样 最后比的还是家长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也许只能承受被欺凌的命运 画面回到20年后 警官江姐觉察出宗硕的异样 翻看了他的U盘 通过技术手段 看到了他手里的合影 除了宗硕和小敏外 还有一个少年 找到眼镜哥问询 金哲当年竟然跳楼自杀 就在他们操场集合之时 金哲站在天台的护墙上 张开双臂 一跃而下 手里还握着棒球 江姐去询问金哲的母亲 对方只是给了他一份遗书 和唯一留存的照片 而到了晚上 对方看到江姐送来的米面 竟然又告知他一个秘密 遗书上不是金哲的字迹 江姐找到专家 照片上的字迹和遗书上一样 说明遗书只能是 照片里的其他人书写 而此时 小敏来到了眼镜哥的楼下 当时本来是做朋友的眼镜 竟成了霸凌者江敏的走狗 而他居然助纣为虐 帮对方制作电机器 伤害自己不留痕迹 这让小敏恨得咬牙切齿 20年后 把他作为第四个复仇目标 等到眼镜出门 跟踪他来到一处影院 正准备行动 对方竟然操起扳手 向一个中年男人走去 黑暗中环顾四周确认安全 突然捂住男人的嘴 向他的头狠狠砸去 直至对方昏死拍照留念 小敏虽早已知晓他的身份 也相当惊讶 对陌生人下此毒手 比自己还变态 需要改变计划 原来眼镜是暗网中狗王的奴隶 对方发布目标 让网友殴打 并给予奖赏 因此收获众多信徒 有些人一辈子都是别人的狗 垃圾的人生 还是早点结束 小敏偷偷潜入眼镜家 打开衣柜 竟然有大批录像带 各种虐待和偷拍视频 随后打开电脑 惊讶的发现 眼镜就是狗王 他已然精神分裂 享受着奴役与被奴役的双重快感 小敏想到一个好主意 等到眼镜回家 发现衣柜空了 转而去看电脑 狗王发布了对自己的悬赏 公开了照片和地址 这下完蛋了 没多久 大批班首歌赶来 一场抢人大战 混乱开场 最终有人将他带到车上 电击敏冤后 给狗王发信息 询问送到哪里 得到了小敏的回复 把他丢在一处路口 紧接着一针麻醉剂 等醒来时 他已赤身裸体 双手被绑 站在水池 他以为对方是警察 还要申请叫律师过来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因为小哲因你而死 宗硕和小敏被众人欺凌 突然拱过来一个棒球 金哲竟然回来了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一记飞脚 将江敏踢倒 然后抓起伊林狠揍 校园再次陷入癫狂 金哲又在打江敏 正希找到高年级校霸中兵 赶紧向楼上冲去 天台上演三英战旅步 对方虽然身高马大 但金哲丝毫不怂 两人将他锁身 中兵一记飞踢 但他两记重拳 扳回局势 打斗陷入白热化 三人将金哲踢倒 疯狂踩踏 金哲隐忍片刻 奋起反击 一记难度系数4 0的回旋踢 将小弟打倒 最后艰难站起 大吼一声 使出独门绝技膝盖砂 冲向中兵 中兵倒地不起 金哲获得胜利 我要让你们初中生涯的回忆 从光纤变为灰暗 他一战风神 让所有弱小的同学 不再唯唯诺诺 成了名副其实的侏罗之王 同学们送来各种零食 但还没等他享受这国王的待遇 噩耗传来 他的父亲自杀身亡 母亲难以相信 等了八年的丈夫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金哲几年来第一次哭泣 在坚硬的内心 也有他的软肋 而更让他绝望的是 四天后回到学校 老师将消息告知全班 说他的父亲服毒自杀 在全校发起募捐 善意的外表下是狠毒的内心 悲惨和可怜 是校园中最被鄙视的弱点 对于坚硬如铁的金哲来说 无意是致命的打击 而这一切都是眼镜的主意 要不是因为你 小哲就能成为我们的王 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小敏往水池注水 然后给两个电机通电 他要让眼镜被恐惧折磨 亲眼目睹自己的死亡 转身离开 奔赴最后的战场 凶手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对不起还在调查中 我们是同学 景敏太猛了 孤身一人出现在案情通报现场 记者们也是不怕死 纷纷挤过来采访 你为什么要自首 为了揭开那天的真相 警官宗硕审讯他 却把播音器关掉 你想说什么 宗硕 现在就告诉世界真相吧 什么真相 你杀死了小哲 虽然遭遇打击 但金哲不打算认怂 晚上找来宗硕和小敏 教学楼跳下 宗硕和小敏吓坏了 再怎么痛苦 也不至于这样 最多人两年就过去了 宗硕忍受不了这样的无奈 回家的路上 狂叫大喊 突然被眼睛叫住 劝他也臣服江敏 不管你们怎么挣扎 都赢不了他们的 因为他们比我们优越 你错了 你不知道小哲有多强大 宗硕此刻似乎明白了金哲的用意 也许这么做 是唯一的翻盘契机 回到家 想起金哲一路的教会 他眼神逐渐凶狠 对于金哲的崇拜 看到父亲买给妈妈的高跟鞋 斗大的泪珠 潸然落下 而留给自己的棒球手套 和鼓励的话语 更是让他瞬间崩溃 气不成声 一直坚强如铁的小哲 在这一刻 终于卸下本部属于他的铠甲 回到家 听到母亲的诉苦 他再次泪崩 原来妈妈一直是爱自己的 及时忍受多一点痛苦 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定要坚强活下去 他告知宗硕 明天看到自己站在楼顶 就大声喊叫 让所有人来到天台 这样不用跳下 就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 还说以后要过平凡的生活 宗硕似乎不理解 神为什么要退化为凡人 但他也只能应允 可第二天 当金哲张开双臂 等待众人之时 一双手将他推下 而这一幕 对匆匆赶来的小敏看到 竟然是宗硕 他以为只有这么做 才能对霸凌者起到震慑作用 小敏想让他自首 但是宗硕并不买账 他不想人生因此毁掉 于是向上级汇报虚假信息 造谣小敏在山上绑架了一人 只剩宗硕压着小敏的车 而跟随的司机 正是小敏的手下朴叔 他收到宗硕的信息威胁 只能来救小敏 他开车紧追 被宗硕来回横撞也不罢休 宗硕想起金哲曾经的教会 决定成为怪物 将小敏灭口 于是摇下车窗 一个急转冲入河中 艰难的解开安全带 回头看了眼 撇下小敏独自逃走 但是腹部有伤的他 来到河边就昏死过去 老普匆忙赶到 掏出钥匙钻入河底 打开车门 解开手铐 抱起小敏上岸 紧急施救成功 带着他逃离现场 来到一处河滩 两人神色凝重 非要做到那种程度吗 是的 那是一切的开端 我陪你一起吧 你还有人需要照顾 两人不舍得的分开 更像是一种诀别 宗硕痛苦的醒来 拦下一辆私家车 继续追踪 最后来到病房 关掉老普侄女的仪器 逼问他小敏的下落 老普无奈告知 却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 不良校长还在酒吧和美女调情 发现自己曾经的霸凌被曝光 也不以为然 坐进豪车 骂骂咧咧 是哪个小子 被我抓到试试 而下一秒 脖子上就架起刀 接着被注射麻醉 醒来时 身体被捆绑在一间办公室 手腕被划开 不断往外渗血 他赶紧苦苦哀求 希望放过自己 但对方只是告诉他 割伤的是静脉 死得不会很快 然后放下一部正在通话的手机 让他自求多福 这是被霸凌的复仇者小敏 今天早些时候 联系已经毁过的校霸 把所有霸凌者的身份公开 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曾经的霸凌者 纷纷受到同事的排挤 和陌生人的鄙夷 小敏给他们发信息 想要拿回证明 没有参与霸凌的证据 就来到母校 接着把一些课本和通话的手机 放到操场 他要在曾经的校园 完成最后的审判 同学们纷纷抵达 慌忙翻找着证据 完全没有顾及 变化钟老师的哀号 就在这时 宗朔也找了过来 跟着小敏来到天台 小敏望着操场上忙碗的同学 面带鄙夷 仿佛看到了曾经的侏罗们 他们只顾及自己 当时从未施以援手 而宗朔不理会 冲上前掐住小敏脖子 真相很重要吗 但我觉得 活下去更重要 你只要 只要安静的活着 不就好了吗 只要忘记 装作没事的活着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又要提起这件事啊妈的 说完还是放下了手 正要离开 做的事才来这里的 我们得诅咒那些猪崽子才行 不是假装要下他们的那种诅咒 而是真正的诅咒 在金哲的注视下 小敏带着他跳了下去 同学们投来诧异的目光 就像二十年前那样 宗朔死死抓住墙边 身体和心灵都在苦苦支撑 我们一起去见小哲吧 小敏眼神里没有一丝怨恨 满目关怀和期待 嘴角露出笑意 仿佛要去往一个美好的地方 宗朔目光中的不甘 渐渐溃散 最终放开了手 两人坠下高楼 一同赴死 就如曾经的阿哲 这也许是他们最好的归宿